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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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空城人员的年龄一般也偏大资历偏老 这是因为这些航线也是建立在资历之上的 空城人员在他们理想的航线中竞选 所以资历非常占优势 但是空城人员的工资是仅仅按照在空中的小时计算 所以飞一个13小时的国际航班 比飞很多趟2小时的航班要方便快捷得多 因此对于那些偏爱旅行的空城人员们 国际航线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国际航班旅途遥远 意味着工作时间会超过标准 所以空城人员们必须要在中途停留 而不是立刻赶下一班飞机返航 在其他国家 特别是亚洲航班 航空公司 在空城人员满30岁之后就会将其辞退 同时这些航空公司还有针对空城人员体重和外表的标准 一旦超标将被辞退 相较来说 因为美国的法律保护和工会保护 这些情况在美国会被归类为racism歧视 从而保证员工的就业权 Balik Orgo 我是一名Jet Blue的空城人员 许多航空公司倾向于聘请成熟 有一定年龄的员工是因为他们经验更丰富 也更专业 我工作的航空公司雇佣过退休警察 消防员 护士 医生 从商人室 老师 他们的年龄都在40岁到60岁之间 如果你遭遇突发情况命悬一线时 你是想要选择一个拥有30年处理应急事件的消防员 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精力欠缺的惹火宝贝 只要空城人员穿着打扮得当 年龄和相貌根本 不应该成为乘客关心的事情 难不成所有人的同事都是20多岁 看起来都像模特吗 当然不是 我们的行业也不是这样 但是只有一点我们敢保证 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每年适当的训练和合格测试的 Aileen Rose 我是希望可以都看到一些中年的空城人员 而不是年轻貌美的小孩子 这群小孩子根本不能给我安全感 他们满脑子只有玩乐 喝酒和爱情 能在航班上看到更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是非常好的 至少要一半一半吧 现如今貌似航班上年轻貌美的孩子越来越多 我领教过年轻空姐恶劣 不成熟的态度 而且感觉他们根本没有在享受自己的工作 也许他们只是体验生活 享受玩乐罢了 希望航空公司的高管们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做些什么 不知能的 怕病人是高管的 不知能的 感觉 能感觉 在是这样心里门如刺者 的